有時你心裡去想 幻想的一個世界 其實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是怎樣 但音樂這件事的特別就是 它抽象得來 其實是有點人性化的東西 我做這首歌 在大家的耳朵 它是一個 在說一個什麼的故事 Aroma這個牌子 我想是一個自尊 聽到都加分了 香港品牌 沒有很多其他很花巧的東西 它就很專注做好耳機 它們其實在EQ裏都做了一些 processing 令到它是好聽一點 還有沒有那麼嚴重 CM耳機會再近一點 還有隔音會再好一點 我越聽越上癮 這對耳機令我很清晰 聽到這間房間裡面 這些樂器是快在變 就等於你看4K而已 哇 你好棒 你真的好像融入了那個冰河 我的耳朵裡面好像曬一個 很暖 很舒服的陽光 可能我們這些做音樂的人 他都會有另一條line 可以有對耳筒 它的setting是很適合給音樂人用的 耳機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能夠完美地體驗 究竟那首歌 他本身的engineer 其實是想 project 一個怎樣的環境給你 很平均 我會聽到我想要聽到的聲音 自己聽那個質素是絕對影響你的performance 甚至少少的delay都會失去 好像在聽Live的一個感覺 很包圍著聲音 會聽得很舒服 其實是給我一個信心 它是可以很flag 讓我聽到我做出來的那首歌 在大家的耳朵 其實是不是真的在講同一個故事 一對耳機 要告訴別人是你的也很重要 真的什麼顏色都有 彩虹裡面有的顏色都有 甚至乎有時你出秀 我們親衣 如果自己有logo 就可以放在耳機上 我的自由度會再高很多 還有最好就是 在台上怎樣配合都不會掉